你好 欢迎收看4月13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萧家慧 推动减速台东县从今年2月起扩大实施禁用棉袭餐具 但眼下新冠肺炎疫情严峻 台东陆续有餐饮业者改回使用一次性的棉袭餐具 避免感染风险 对此环保局表示中央尚未有明确的指示 但比较鼓励民众自备随身餐具 可兼具环保与防疫 参业者拿起酒精抹布仔细来回擦拭桌椅 彻底落实环境消毒 防疫当前业者更挂起布条 宣布采用一次性餐具 避免消费者忧虑 我们人的脱衣或者是手 这次的病毒它可以在这个上面停留蛮长一段时间的 如果我们没有做一个清洗 做一个很干净的清洗的话 它一样还是会有传染的风险 近来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 台东陆续有餐厅 小吃店业者应考量防疫需求 将店内的环保餐具更换为一次性的免洗餐具 但这样的做法却与环保局 年初公布的扩大减速政策有所抵触 对此环保局表示 目前尚未接获中央环保署明确指示 会比较建议民众内用自备随身环保餐具 同时达到防疫与环保的作为 如果有自己的话用自己的是最好 如果没有自己用免洗餐具是比较安心一点 可能会到这个疫情比较趋缓吧 对我们不是说整个就是换成一致性 我们就是提供一次性的餐具 让客人做一个选择 过去因B型肝炎盛行 政府宣导使用免洗餐具遏止 现今又再度面临疫病来袭 在防疫优先的前提下 业者暂时性提供抛弃式的一次性餐具 确实也让民众多了一份心安 谢谢下家会台东市报道